養豬場內一隻隻小豬活蹦亂跳 非常有活力 但現在隨著非洲豬瘟氾濫 台灣豬農如臨大敵 只要進入場區前 都得先換上乾淨衣物 但光是換衣服還不夠 穿上雨鞋再踩進消毒水 甚至養豬場內任何角落都得消毒 豬農會這麼謹慎 就是生怕二十多年前的口蹄液 全面撲殺的狀況再度上演 場區內大約2500投豬 每投一萬元計算 豬農就損失超過2500萬 除了彰化 同為養豬大縣的屏東 也是人心惶惶 沒有 我說話很多 生的時候損失了 好幾千萬 那還有政府有補跌一點點錢 慢慢再養回來 屏東豬戶兩千多頭豬 一旦撲殺損失也是上千萬起跳 豬農除了減少出門外 還是希望禁止使用廚餘 但面對農委會消極態度 豬農串聯1月9號北上抗議 希望政府正式豬瘟問題 讓他們好過年 記者陳盛偉連家慶張志凱 彰化屏東報導